感谢主 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么开心 能够看到刚才我们的青少年 整个的营会 还有我们也看到这些的青少年 他们经历的神 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 他爱你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我把这个主题 就是看为神给父母的忠告 当然如果你不是父母的话 也是可以给你的 一个神的话语 在星期五那天 当我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我的电脑就 那个时候 我就把它restart就是重开 但是呢 不能够等了很久 他还是在那边 一直一直在那边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真的有一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就是星期五 是我唯一的一天 要准备我的奖章 因为星期一到星期四 是我上课 昨天星期六呢 我们有一个的会议 真的有一点紧张 然后我祷告了之后 没有办法 我的女儿说 你就给她死机吧 就是给她硬硬的 给她管机 然后呢 再重开的话 哇 感谢主 恢复正常了 你知道神给了我们 每个人都有一台 世界上最强劲的电脑 大概是 它重量大概是 一个kg到 1.5kg罢了 但是它是独一无二的 它的记忆体呢 它的手术功能 它的逻辑整合 是的确是强大无比的 比如讲 当你 嗅到某一种香水气味的时候 它会让你勾起 你一连串的这些的回忆 可能勾起你 三十年前 你跟女朋友 拍拖的 那种的浪漫情节 You know for example when you smell a certain perfume then suddenly you bring back a series of romantic memory that you used to have with your during your courtship with your girlfriend 30 years ago 可是 现在它成为你老婆了 哎呀呀 哦 叹息 and now you realize eh she has become my wife 哎呀 你看 这个电脑呢 不到千分之一秒呢 它能够立刻从过去 立刻回到现在 对吗 and you see this computer is so miracle that within a millisecond it can bring you back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或者是你听到 一首的歌 一首的一首的歌 哇勾起你 30年前 你的初恋情人 or maybe some songs or some music it really recall that your first love 30 years ago 哇 它又英俊 又潇洒 I was so handsome 哇 现在一看 哇 好彩没有嫁给它 and now you realize that oh luckily I did not marry him 哇 它又肥 又光头 and then bold and you know with the big tummy 好像 或者是鸡肥猫 and like the Hong Kong character's 肥猫 你看 我们这套 我们这个电脑 这么的厉害 对吗 我们有一台 这么超级的电脑 功能很强劲 但是很可惜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根据 使用的手册 来使用的 你看哦 电脑是这样子 我们安装了 什么的软件 我们就会 服从那个的软件 如果那个软件 如果那个软件 是好的 或者是坏的 我们都全部 接受 那久了之后 坏的软件 就成为病毒 然后就 就当机 对不对 比如讲 我们常常来教会 我们是安装 一个就是 圣经的 道德价值观的 软件 但是呢 我们里面呢 我们也同时 拥有这个的 享乐主义的 这种的软件 我们很讨厌 要付出 我们很自私自利 我们不喜欢改变 我们满足于 现在我们的 安逸的这种享受 结果呢 结果它就产生了 矛盾 对不对 虽然你追求 圣经道德的 那个的软件 但是呢 同时呢 你也追求呢 你爱自己 要想的主义 令自己很快乐 我又安裕罢了 你看这种软件 两个不时的 产生矛盾了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会怎样呢 很多人就会选择 放弃 神的道德标准 来追求什么 追求这种 最终之热 对不对 所以结果会怎样呢 道德标准呢 不断地往下降 然后坏的软件呢 就成为了 我们生命里面的病毒 如果有一个小孩子 他跟爸爸说 爸爸我要 他的志愿 爸爸我要 我要以后 要成为一个医生 然后爸爸听到说 哇 很好很好 医生能够赚很多钱的 然后爸爸回答 哦 good good doctor can earn a lot of money 结果呢 这个孩子他有一天 他真的成为了 一个人赚很多钱的医生 同时呢 他也可能会变成 一个唯利师徒的 一个小人 对吗 所以这种病毒呢 会影响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是时候要清理我们自己的病毒了 如果今天呢 我们做父母的 如果我们没有清理这个病毒 我们没有想要很定义 要把圣经的标准呢 这个价值观 然后坚决的 自己说坚决的要去坚守 或者是我要把这个圣经的价值 要建立在我的家里 我要影响我的下一代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话 我告诉你 不但是我们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 他也会被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洪流来到吞斥 所以今天呢 我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神给父母的忠告 三个星期前呢 我们都有参加一个特别的讲座会 叫做世界需要父亲 我相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呢 都让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你帮助 但是对我自己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对我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我作为父亲的很多时候 过去的一方面呢 我有很多做到过失或者不足的地方 现在我应该要怎么样改变呢 然后呢 有什么盲点我需要改变过来呢 所以在整个的讲座会里面 也让我看到我要真的很认真的谦卑来学习和改变 虽然我的时间好像已经过去了 我的女儿她们已经步入青年时段了 但是我要学习的是要帮助我们年轻的一代 或者是呢 那些年轻的他们的父母们 让他们也有一个的心觉 所以那个讲员呢 他们是一对夫妇来叫Casi So the speaker is a couple Casi and a wife Casi and Custon 对 他们呢 他们说 看到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的根源是没有父亲 所有世界的根源都是这个的问题 就是这个的根源 那今天就算是有父母的 但是如果父母呢 今天没有与生作者的话呢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还有思想里面 还有很多的病毒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三观 没有被更新 我们不察觉这种病毒呢 在我们里面已经入清了 我们来给你看两个 两段的 不是不是 这个家庭混乱的生活哲学 你看这个是一个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人 叫做乔治巴纳 在一份的声明中警告说 父母呢 接受一种不反映真实 真实的符合圣经的基督教的 混乱的生活哲学呢 对他们的孩子呢 产生了影响 然后呢 当孩子们呢 接受到通过原语或行动 无论是真实的 还是非真实的 相互矛盾的教导时 他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 基督教信仰本质是矛盾的 因此可能不是他们 所追求的生活哲学 这就是研究中心的 这是研究中心的 研究中心的 George Palma 的教育中心的 研究中心的 我刚才讲一下 它说 那是 Christian parents 和 worldview confused which has not reflected the reality and not aligned with the biblical value has impacted their children when children receive whether it's verbal or non verbal informal or informal is contradiction teaching 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来教会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活出来的 我们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的那种生活来行 所以会造成一种混乱的 就是孩子他们也产生了影响 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讲说 父亲对孩子出席崇拜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你看瑞士在2000年对父亲在教会中的重要性 进行了一个调查 然后报告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 家庭中的父亲的宗教系书 宗教系书就是他的信仰的那种习惯 决定了孩子们将来出席或缺席以教会 如果父母亲都定期的出席 33%的孩子们最终他们长大后 他们经常会去教会 但是他说如果只有母亲经常出席 但是父亲很少出席 只有3%的孩子以后他们才会往后去教会 所以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两个研究呢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孩子正在看着父母的生命 如果父母的信仰跟他的生活是混乱的 不一直信的呢 他们所信的所行的是矛盾的呢 他们自己也会混乱 我们可能也会失去了我们下一代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三观有没有被更新呢 什么是我们的三观呢 你的世界观 你是怎么样看这个世界的 你的人生观 你是如何看这一生的 你的价值观 什么是你要追求的 什么是你的標准 你的准神呢 我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呢 世界的人呢 他们是唯利是徒的 对吗 他们的这个的三观 但是今天呢 你的世界观是怎么样呢 你是不是你认识耶稣基督 为你的最重要的呢 世界的人呢 他们呢 是要及时行热 你是不是这样子呢 还是你的盼望是神国的彰显呢 神要透过你呢 能够与他同工 能够祝福别人呢 世界的人他们是唯我独尊的 就是很自我的这种自我主义的 但是你是不是今天 你是不是当你尊你的主为最大呢 这个是要问我们的三观 有没有被调更新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们 特别是做父母的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 好好地立定我们的心智 来选择神的这个道德权威 或选择这个正确的三观 我们不仅呢 不能够发挥呢 神给我们在这个地上 做世上的言 做世上的光的作用 甚至呢 我们会影响我们 直接的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今天我不是要来责备 我们都在一起学习好吗 让我们有一个的警醒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 你们是做父母 你们都很关心你们的孩子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我们有盲点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来纠正我们 特别是这个时代 是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 很多做父母的 都不知道怎么样做 对不对 你看这些儿童 青少年他们面对的 他们的挑战 他们的困惑 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很多时候 以前的父母很担心 孩子就往外跑 对不对 现在呢 父母很担心 孩子不出去 那个很担心 现在呢 我们在青少年呢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 我们说的 他们一定会经过这个怎么样 叫做 我们叫做叛逆期 不好的是叫叛逆期 但是歧视是怎么样 其实他在长大的一个过程来的 因为他的那个自我意识呢 他开始增强了 他们正在来到探索这个世界 探索自我了 他们心里会问 我是谁 我到底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一方面呢 他们的心里呢 要渴望要独立自主的开始 不想顺服父母的安排 对不对 你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子的 以前不会拨嘴 为什么现在会顶嘴的 我跟你讲这个是正常的 以前你说穿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还很新 我现在我要自己要选 你不要逼他 因为他死都不要穿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就是要很在意 别人怎么样看他的 那个是他成长的过程 如果你的女儿常常照镜子 你不要骂他好不好 他们很长时间在照镜子 如果是男生呢 他们也开始注意他自己的形象 对不对 哇 你看他们的头发一直照一直照 以前是光头的 你跟他剪光头都没有问题 现在你剪他的光头 看他跟你罗命 还有他一直照进去 哇 身材 哇 要6 pack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父母呢 我们知道呢 一方面他们在这个时候 他们心里面是充满好奇了 哇 很多东西他们都要 很想要 要很想要约约 浴室啊 做大人要做的事啊 哇 他们也很喜欢模仿啊 但是你知道喜欢模仿 他们背后有一个渴望 他们要渴望要找到一个榜样 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没有好好的呢 就是从他小 一直来到引导他们呢 我告诉你呢 他们就很容易呢 就被外面的世界来影响了 就要在外面的世界 或者是他们的同侪 或者是媒体 他们去寻找他们所要的东西 所以我说 父母亲我们自己的三观 我们要清楚 要正确啊 我们再给你看另外一个的人所讲的 他说 父母呢 不能够依赖文化来强化家庭价值观 事实上呢 他们可以预料到呢 许多影响他们孩子的文化 将会削落这些的价值观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父母 我们没有很正确的 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 这个的三观 我们就自然把这个责任 交给这个世界的文化 我们没有办法了 用圣经来建立一个的 标准的价值观 在你的家里 教育你的下一代 你看现在的孩子 他们的知识是很容易得到的 对不对 你讲的东西呢 他只在Google 找着找到 知识是不缺乏的 但是他们缺乏的是智慧 你知道吗 Amen 你有知识 但是你不一定有智慧的 你知道吗 智慧 或者是常识 你有很多的 你有很多的知识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两样的话 你还是很愚昧的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 这个知识 你的孩子就很聪明了 很有智慧 不是的 他是在Google那边 哇 我就可以找到了 但是他需要的是 你做父母亲的 那个智慧 Amen 让他能够分辨 Amen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 上帝的智慧 教导他们 引导他们 Amen 所以父母的 我们首先 圣经说 敬畏耶和华 这是智慧的开端 对不对 Respect the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你认同行说 Amen 你认同行说Amen 好吗 你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 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父母的 我们都没有敬畏耶和华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智慧呢 对不对 刚才我所说的 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样看人生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对不对 刚才我们 师母给我们看到的 那个video 就是他们 青少年的营会 我们非常地感谢 我们的神真的 我们看到他们的筹备 我们最重要是 一直要祷告 让神来到 触没这些的孩子 而且青少年 神非常爱这些的青少年 虽然我没有一直陪着他 但是我看到 神的大人在运行 我让他们 经历到神的爱 他们经历到 神的真实 还有神的医治 看这里青少年 他们 真的是在那边 释放他们 在那边哭泣 他们得到医治 特别是那些的男生 他们在分享 他们的见证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感动 还有鼓励的 他们找到神 他们在教会中 他们找到他们 真正的朋友 找到他们的同伴 你看 他们可以抱在一起 一起哭一起笑 我告诉你今天 青少年 其实他们是 很愣意的 你知道吗 可能我们之前 还没有这个 因为青少年来的时候 他们来到教会 好像是在一起 但是他们 大家都没有 一种的 一种连接 他们连接着什么 就是那个手机 他们平时就 躲在一个角落 他们就 玩自己的手机 所以那天 他们做的是对的 全部三天 全部不能够 用手机 收起来 我告诉你 这种的 很寂寞的 这种情况 是今天 青少年的问题 你知道吗 不单是青少年 是全人 也是有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平时 在家庭里面 你们的互动 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也有 也是一样的 每个人拿着一部手机 在不同角落 吃饭的时候 用手机来联络 吃饭的时候 用手机来联络 大家住在一起 但是有没有 大家住在一起 但是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在今天 但是你能不能够说 不要给孩子玩手机呢 不能够拥有手机 18岁才可以 可以吗 不可以 我们要怎么样 正确的引导 才是正确 我们明白到 我们对青少年 他们成长的过程 父母亲呢 我们不能够用一种 一种的 你先反应先 你不能够这样做 不能够这样做 对不对 其实那个方法 也不是最好的 你没有听过 这个 什么 治水的故事 治水 大于治水 就是说呢 那个下大雨的时候 那个亡河 泛滥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治那个水 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 你就阻塞它 对不对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你不能够做这个 对不对 可以吗 不要开玩笑 一下子 爆发的时候 你控制不到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方法 是怎么样呢 就是 引水去别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水就能够 双筒 对不对 不能够翻 父母们 神给你智慧 你要用什么方法呢 你可以说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可以的 我们以前 也没有经验 我们也是这样子 对我的女儿说 我们尽量 拉他们 不要玩 尽量 拉他们 不要拥有手机 的年龄 越来越远越好 但是没有办法 之下你要跟他 立下这个的 鞋 只有一天呢 用多少个小时 只是什么情况 你可以用这种 谈好条件 对不对 如果他说 爹地我要买一堆运动鞋 买什么运动鞋啊 我们基督徒是要很节俭的 穿八大鞋就可以了 你自己穿的老豆 不能够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他的 全部同辈 都有这对鞋子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他们要经过的 因为他们都要有 这个的认同 他们在同辈 他们要被认同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他们会觉得 他们 当然如果他有健康 里面要被建立 健康的这个 自我的身份 这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这个过程 他们在寻找 他们在寻找 自我 对不对 不然他会更自卑 你没有好好的 在引导他 我不是说 他要什么 你就给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神要给你智慧 你不能够跟这个世界 完全是不一样 好像 好像 不会懂 你的孩子是不一样 你的孩子是这个 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这个不可以吧 对不对 他不是我不可以 是我的孩子 他还没有那个成熟度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做父母 是不是很难 上帝知道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到 我们发现到 今天 青少年有几点 是他们非常需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第一 他们需要找到 自己的身份 第二 他们需要有安全感 就是情感上的安全感 第三 他们需要有一个 道德权威的榜样 第四 他们需要被肯定 被欣赏 他们渴望得到 肯定和认同 我告诉你 孩童也是一样 所以我今天 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好不好 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来帮助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不能够 只是靠教会 我们开始有一个 醒觉 从小怎么样来 带领我们 开始实行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现在我才开始讲到 这个经文是在 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的 还有马可福音九章七节 很短的经文 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学的 然后马可福音九章七节 他说 你们要听他 我这个两段经文 我是引用卡西 他也使用了两处经文 来教导我们 好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吗 所以这四点呢 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 这个四点呢 是给我们叫做 MISA 就是说呢 刚才呢 我说呢 他们需要有道德的权威 这个是M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的身份 然后呢 他们有这个的安全感 然后他们需要被肯定 所以这个呢 特别是父亲呢 我们跟孩子的那种关系呢 父亲给孩子是最宝贵的一个传承来的 这四点 我们先看第一点好吗 给予道德的权威 他说呢 他说 你们要听他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里是讲到呢 当这些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 天上有个声音 是天父的声音 说 你们要听他 就是听耶稣的 这里告诉我们呢 天父呢 给予这个道德的权威 传递给了耶稣 但是你不要忘记 耶稣也是完全听从了 这个天父的 他的那个的 那个的道德权威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的持续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我们做父亲的 做母亲 我们能够听从我们的天父的话语的话 我们传递下去 我们的孩子 他们也能够接受到 这个的祝福下去 阿们 所以今天有四点 我不能够讲完四点 我只是讲第一点 给到道德权威这一点 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呢 很多的父亲常常说 你不要看我啊 你要看上帝啊孩子 你要看上帝 你要看上帝 我告诉你呢 特别是父亲 父亲是上帝呢 是上帝呢 一个在地上能够看得见 代表上帝的形象的一个人 And especially fathers Fathers you are the representative on earth for God 你知道吗 孩子他们怎样看上帝 他们看不到上帝 And you know why the children cannot see God 他们怎样呢 How then 他们很自然呢 看到爸爸是这样子 他们很自然 前一世里面就认为 上帝是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好不好 我们做父亲的 特别是做父亲的 我们好好一起地学习 好不好 Amen Especially fathers that let's all learn together 好不好 跟Gibby说 我们要好好学习 太太跟张国说 我们也要好好学习 你不要跟张国说 你好好学习 Don't point to the husband You go and study You go and learn OK 我们父母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 道德的权威 但是呢 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要一个 要以身作者的一个榜样 什么是以身作者的榜样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 一个很明确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 道德标准 我叫这个是三合原则 就是合情 合理 合法 我们先看合法 合法就是不能够 跟法律来抵触的 对不对 It means that it can't go against the law 所以如果我们 自己做父亲 我们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要给理由 去赚这些法律的漏洞 So as a parents we should not give any reason that we want to ban the law 你知道很多人现在 哎呀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他不会有人发现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We can always hear people say That everybody is doing the same No one will notice it It's no big deal 我孩子他要考 这个驾车的护照的时候 哎呀 给他包了 以前爸爸都是这样子的 So you know when your children want to take the driving license test you say just 包啦 You know last time I was like that as well 也没有啊 也没有 如果有的话 要回改 OK Please go and repent you did 哎呀 理由是很麻烦 The reason is actually troublesome 哎呀 别人都这样子做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Everybody is doing the same There's no big deal 哎呀 没有办法 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 你不吃钱搬不成事的 And you know啦 Malaysia is like that You have no choice You can't get things done without being copy money Ladjib也是这样子的嘛 Ladjib is like that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还要有合理 什么是合理啦 So the next is We are talking about rational What is rational 合理啦 就是合不合真理的意思 So whether is it aligned with the truth 有没有违反道德的事情 Is there anything that go against the moral 雖然你没有抵触那个的法律 对不对 You might not against the law 但是如果在道德上 好像比如讲 你是一个有欺骗 有谎言 等等的 Or maybe immorality You cheat or you lie 我们很习惯说谎 对不对 We used to lie 很厉害的 Adults especially 或者是做生意的时候 不诚实 对不对 Or not being honest When doing business with others 大人很厉害 在别人的面前 很容易 很会板野 对不对 Adults very good Pretending in front of others 我们来教会 很和气 对人很有礼貌 对牧师 牧师你好 Very nice Kind when come to church Very polite When you meet the pastor B pastor good morning Wa 回到家里的时候 批评到别人一文不值 But when you reach home You criticize that person Until to the maximum 还有呢 对于孝道 How about honor your parents 你有没有 有没有经历到你 你对父母的责任 Do you fulfill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your parents 有没有感受到 他们的感受呢 对不对 Do you feel what they feel Wa 对父母呢 Wa 就是好像 怎么样讲 有时候 我没有看到你们 但是我在外面 我常常看到 Wa 死了的时候 做大大事情 那种 但是还没有死的时候 让他符合他的父母 什么什么 Wa 好像当他不是 好像很多 好像不是人 这样子 I do not know How you at home But I always see outside That when the old people The parents pass away They cry And then they set up A very big Service But when they're still alive At home The way they treat them It's like they're not worth Leave 有没有这样子呢 Are you like that 做给别人家 看 我很孝顺的 Just to show to others That's your filial 我们的孩子 都看在眼里的 对不对 But our children are watching 或者是 现在媒体 很容易有这种的 我们叫做 感情出馈啊 In the media nowadays There's a lot of Having an effect Emotionally effect Wa 在那个 Facebook那边 Wa 找到我以前的 那个中学的 那个同学 In the social media In the Facebook Oh I found my Secondary school Classmate Wa 你好吗 Wa 就联络了 Hi how are you 我不是很好 I'm not so good 我的丈夫 对我不是很好 My husband is not good to me Oh 死掉了 这样子 Oh gone 然后就谈了 我的老婆 也对我不是很好 Oh my wife is so not good to me 我告诉你 虽然你没有 约她出去 但是你的思想 已经在 你的情感 已经在出馈了 你知道吗 Although you do not physically Date him her up to meet But your mentally is Or your emotion is already 这是和真理吗 And all this is against the truth Aman 你在明白我在讲什么 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还有呢 就是和情吗 And what is reasonable 什么和情 就是和服情理 Or whether it makes sense 你可以给你自己理由 说我需要私人空间 我要滑手机 我要玩游戏 我不想要陪孩子 请问这是和情 合理吗 不是 和情理吗 You might want to give a reason to yourself I need personal time I need time to serve my phone I want to play games I do not want to spend time I do not want to spend time with my children But is it reasonable 或者你有你的玩 孩子也自己 自己的玩手机 这个和情理吗 Or maybe you want to have your own sweet time and let your children play their phone themselves But is it reasonable 或者是你现在在教会 你现在在看着手机 玩着手机 会合理吗 或者是你说 我有自由 不要来教会聚会 合情理吗 教会都有这个线上给我 为什么我要来教会 我告诉你 线上是给那些老人家 不能够来教会的 在做小贩的 或者生病的 不方便 是给他们的 不是给那些懒惰 属灵懒惰的人 I want to tell you again that this virtual service that we put online is for those cini citizens the hawkers who need to work those are sick or even those have immorality challenge but it's not for you that is spiritually lazy Amen 跟哥比说 我们要出席 Tell each other Come church Attend physically 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不情愿 我们也得出席的 对不对 but sometimes even we are not willing we also will attend 不要只有很快乐 那种场合才出席 哇party哦 哇 有的吃宴会 哇这个我一定要出席 不是这样子的 Don't just attend those joyful events you know like party banquet dinners 有时候你不情愿 你也要出席 对不对 but sometimes if you are not willing to you still need to go 上你 不情愿 你要出席 对不对 这个不合你的心意啊 不合你的心情啊 你喜不喜欢 不喜欢 但是你还是要体谅 别人的感受 你去安慰别人 这个就是和父亲礼 Amen吗 because sometimes it's not about your feeling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but it's about to understand other people's feelings to comfort others this is reasonable 如何发展道德权威的关键呢 so how do we develop this moral authority 我给一些的建议了 ok I give some suggestions 可能你还有更好的 ok maybe you have something better 那首先呢 我们做父亲 我告诉你 做父亲 我们一定要有 顺服上帝的话语 的道德权威 ok 我讲了再讲 yeah first as a parents that we first ourselves must submit to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words of God 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报告说 为什么父亲呢 他们没有来教会呢 just now we see the research that why the fathers doesn't attend the church 只有妈妈 固定来教会呢 and only the mother regularly attending church 你知道 你知道啊 蓝人啊 他们 对这个的属灵的东西 有时候不是很认真 你知道吗 you know men we know that sometimes do not take this spiritually seriously 但是啊 你知道犹太人 他们是蓝人 带头在家里的 but in Jews the man is the man of the house 在特别是在 属灵和信仰上 是蓝人带头的 他们对神的话 他们抓得很紧 especially spiritually and faith man is the man of the house 在我们华人的文化是什么 拜神是类人的业 but in our Chinese culture you know the 拜拜 is actually woman's job 你知道在新年的时候 都是你妈妈拜的 你爸爸有没有拜 specially in Chinese you can see all the woman is busy preparing 但是呢 现在信的主也是一样啊 老婆 老婆去吧 就可以啦 我不用去啊 这种的观念 对不对 so the same concept that now even you are accepting Christ you come here wife do 所以呢 各位我在宣伴 我们要被神的话语 来充满 父亲们 我们要来到 挑战我们自己 有一个的心志 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 我要遵行神的话语 so fathers I encourage all of you be filled with the words of God have a determination that you want to follow Amen 让神的话来到过滤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的 Let the words of God filter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Amen 第二呢 我们要让上帝的灵 来掌管我们 And secondly we allow the spirit of God to take control 顺从圣灵的带领 Amen We submit to the Holy Spirit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弟兄们 我们要每天都要有祷告的生活 学习依靠神 Amen There's the only methods that every day you must pray 不能够靠自己 You cannot rely on yourself 所以呢 我们呢 这边是男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呢 真的要学习去爱主 要清静主 来依靠主 这个 So our spiritual life especially men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rely on God Close to God And connected to Him Amen 然后还有呢 这个的捷径 还有顺从的良心 And also Purify and obey the conscious 你知道 耶稣就是我们学习的 那个目标 Amen And we know that Jesus is our target 我们常常 让我们这样 我们像耶稣嘛 我们要问自己 We always must ask ourselves Are we Christ-like 渴望祂所渴望的吗 Do we eager for what He eager 爱祂所爱的吗 我们所祷告 求祂所求的吗 And do we ask what He asks 做祂所要做的吗 Amen And do what He do 然后呢 还有呢 这对不道德的活动 说要说不 Amen And we must learn how to say no to immoral activities 这个是 自己 一定要立定一个性质 Amen Amen 男人有很多试探的 And men We know that there's a lot of 试探 Temptation Yes 有吗 Is it true 一样的哦 师母说 Same 去到一个的地方 没有人看 没有牧师 没有人 没有教会的人的地方 去到一个外国 When you go to a place Or overseas That there you do not have Pastor or your leaders Around 试探很大 对不对 Oh the temptation is huge 半夜的时候 有人敲门 You know someone Knock on your doo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So没有人看到啊 But no one see 我牧师也不在啊 No one is watching Pastor is not around 但是上帝在 Amen But God is watching 你有没有这种的 对这些 有没有立定性 No means no Okay You have the determination that say no means no Amen 还有呢 服从问责 让别人来监督和问责 Amen 我们的生命 需要有人提醒 我们弟兄 我们更需要有团契 Amen 我们呢 我们对上面 我们有一个保罗 可能是 牧师可能是生命的教练 就是你的 属灵的一些的弟兄 比较成熟的来 帮助我们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在 同辈里面 我们有巴拿巴 这些是我们 属灵的 同伴来的 这些才是 正确的 属灵的朋友 我们的弟兄很喜欢就是 Fellowship 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只是讲喝 讲 风化雪月 对不对 吃讲喝 但是你的生命 能不能够分享 然后对方 能够为你带导来 一起来走 Amen 可能你下面 你还有 提摩太 就是这个三个 上面保罗 同辈是 巴拿巴 还有 下面 你有提摩太 可能就是你的儿子 对不对 你的孩子 还有呢 我们有没有明确的 目标与使命 刚才我说的 我们有一个 正确的三观 对不对 Amen Amen 我们在地上 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满足 我们自己的需要罢了 So we must know that On earth It's not just to fulfill Our own needs 我们有更大的任务 Amen We have a bigger mission 生命不在乎 不管乎 只是我 我 生命是管乎上帝的 Amen Amen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呢 要有一个根式 身体固的这个诚信 对不对 So we must have deep-seated integrity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有一种 给人家 你知道 这个是一个信任的 一个根基来的 And this is a foundation of trust 就是讲到呢 我们的东西 就是 我们是一个真的的 还是一个假的呢 对不对 Is it the true me or the fake me? Amen 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要 自己给自己一个 很清楚 知道我们 我们在 在人前 人后 我们都要 做到一个 真的我 出来 Amen 不是 在人面前 是另外一个 在另外另外 不是这样子的 Amen And we should show the true self whether it is in front of behind all people And this in front of behind self has to be consistent 更重要是 我们对神 是真的 Amen And also most important are we true to our God 我们对人 也要真 对自己 也要真 Amen We have to be true to ourself and also to others 然后我们要表现出一个 健全的一个内在的信念 And we also must demonstrate what is sound inner convictions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一定要立志 要建立一个道德的信念 以圣经的标准来 成为我们的价值观 Amen 还有呢 就是表现 我们先寻求他人的利益 And to show that we seek the interest of other first 这个就是讲到 我们要爱人如己 对不对 Amen said love your neighbors as yourself 我们要爱自己 是很容易的 对吗 很容易的 It's very easy to love ourselves 但是这里圣经 耶稣教导我们 你们不但是爱你自己 你要爱你自己 怎么样的 也要爱别人 怎么样 OK But Bible teaches that How you love yourself You should be the same way of loving your neighbors 这个时代 很多人只是爱自己 很容易爱自己 但是爱别人呢 是很难的 In this era It's very easy that you love ourselves You know But it's very hard to love others 甚至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家人 Or maybe you can love your family members 但是我们超过一里路的 外面的人 我们就当看不见 对不对 But we tend to ignore that you know all those that is extra mouths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 是你要很好地来接你 And today I'm telling you that This year you need to really build your family 但是你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 听好了 不是停留在这里 But don't just stop that 不然的话呢 你还是把你的家庭 当做你的偶像 你知道吗 Or you might accidentally idualize your family 你代替了神 You're replacing God 我告诉你 你这样子的爱呢 其实呢 你自己本身 只是一个知识的 一个的 一个的欲望 一个的期待罢了 Because this kind of love is actually a selfish expectation of them 你自己也不能够 你自己也不能够 把你的家人 能够带领他们去 接触 去祝福 去爱其他的人 你知道吗 And you're so unable to lead your family Or your children to love others Or to bless others Amen Amen 我讲一个故事 I'll tell you a story 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That's a good teacher 他这么多年来 他有啊 就是我们讲的是 桃里满天下 He have taught many student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哇 他不断地教导 这些学生的知识 而且他很有爱心 他很着重在学生的秉革 他以生命来影响这孩子 Not only he transferred the knowledge to the student But he also emphasized On the code of conduct And influenced them with his life 所以他的学生呢 很深深受他的影响 So all his students was actually deeply influenced by him 有一天呢 他的女儿从外国回来 带了他的未分夫回来了 And one day his daughter Come back from overseas And bring along the fiance 哇 那个老师一看 原来我这个未来的女婿 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 And the teacher found out That this future son-in-law was one of the student He taught before 然后他就打趣地说 他说 哎呀明天啊 我还要更加用心地去教学生 说不定啊 当中还有我孙儿的这个对象 Hence with a sense of humor He said Oh I need to be more attentively teaching my children now Who knows one of them 这个故事很简单 就是讲明一个的道理 It's a very simple story But it's explained one point 今天我们为别人付出的了 有一天呢 我们得意的还是我们自己 You know today the one you give to others for their benefit But one day you will realize that the one who beneficial for it is actually himself Amen 人是互相影响的 You know Human is actually inter influence 我们要用爱去服侍 Amen吗 We must serve others with love 我们要在家里建立这种的价值观 我们要服侍人 我一家 我以我一家都要服侍神 服侍人 Amen Amen 最后一个总结 我用一个这样子的情节来讲 有一天如果你的儿女 要去外国读书 可能你非常做父母的 非常担心外国的文化 他们的道德 还有他的价值观 会对他们会有产生影响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孩子的 他们本身的 他们的坚持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道德 价值观 可以影响别人 Amen 因为他们已经被你影响了 Amen 你的秉格 你对神的道德的坚持 你对神的这个的使命 已经影响了他们 Amen吗 Amen 如果我们每个人 每个基督徒 都有这样子的看见 这样子的来追求的话 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不怕这个 别人 其他人的 怎么样的错误的 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反而能够影响别人 Amen 只要我们参与在其中 我们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Amen吗 我们只是一滴水 一滴水加起来 就有力量的 Amen吗 Amen 因为神的使命 就是让祂的国度 要在地上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责任 Amen 我们也要把人 带到神的面前 Amen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 大家能够 来到 站一起来 我们回应神 好吗 让我们 要落在地里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与基督 一起的来 同丁十字架 使用我们 让你复活的大人 在我们里面 改变我们 借出更多的 子力出来 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好吧 这时候呢 我来这里 有一个的 一个的 一个的呼召 让我们自己 来到在神面前 一个的反省 这个的反省 反思 不单只是父亲 我也要对母亲 也对年轻人 我们这个时候 让音乐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先 来到 在我们 按照我们的心说 我在哪里 我需要改变 圣灵啊 来帮助我 我需要改变 我有没有真正 活出圣经 标准的价值观 或者是我没有 忽略了 有没有忽略了 我的孩子 或者是我的态度 对我的妻子 对我的孩子 我说话的语气 我没有 去有一个 聆听的耳朵 我对神 有没有一个 真正的追求呢 我自己的三观 是怎么样的呢 我有没有在家里 我有没有带起 我家庭的 这个的家庭的 这个的信仰 和这个价值观呢 或者是我有没有 给我的家人 时间呢 或者是我在家里 有没有一起的 来到有一个的 一个的 家庭祭坛 一起的祷告呢 这些圣灵都向我们 医的来说话 是的 神啊 你改变我们 每一位 我们没有力量 但是我们把生命 交给你 我们讲 我们对你说 神啊 让我们好像 如意地的麦子一样 这个麦子 要在基督里面 与基督 同埋葬 主啊给我们 有复活的大人 圣灵的大人 在我们里面 改变的大人 在我们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相信今天的信息 对大家一定有帮助 我们也欢迎您 把今天的影片 分享给身边 有需要的亲戚朋友 同时 如可以订阅 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也欢迎您 参加我们的一个 主题的礼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的Facebook 如果您愿意 奉献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祝福大家